Hello,大家好,我是三浦,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三浦伦静 今天讲回香港的新闻,因为前一天都讲很多中国的新闻了 希望大家继续留言、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每月订额、付费能够帮助我和协会的事业 也希望大家看完广告、看完表演和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支持赞助本人,谢谢各位 很简单做一些习惯香港的新闻是什么 其中今次的主题是关于融合的问题 不过先讲一单,在今早7点50分 接报在佐敦道和尼敦道交界的华丰大厦 在今天4月10日就发生三级火 造成至少5死35受伤 大家知道这是密闭的一个旧式商住楼宇 武昌、很多劏房、很多人逃生的时候混乱的 也有难指从高处堕下 消防也要捉起雲梯救人 是相当惨烈的一场火灾来的 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如何声讨港共政权也好 我们对于这件事觉得相当悲哀 尤其是起火的敬礼建美中心 是位于一楼 在油尖区里面老牌健身房 同楼层还有宾馆 上面有很多间 有这个健身中心的顾客表示 当时正是健身 发现火警立即逃走 听到几下爆炸声 而且楼梯里面满暴烟 相当离谱的 我见到李家超和邓炳强也在扮演 大家知道这些事情完全是 他们是 自己心里面有怎样看 还有他们真是怎样想 是两件事 他说极度悲痛 心切慰问 全力救助 其实有没有理出来说 基本上那些医护人员都会全力救助 现在又搞什么关外队 又有什么什么 是我说这些事情 你自己看下去 看下去就虎 pedal 但对于我在原向 香港发生的事 我觉得是相当不舍 对于很多人 모두亦以为民 我也觉得这件事是 香港很多老的楼居 还有消防及检查和检查 都会做的不足 这就是我们一直要问的问题 这些情况会发生在自由民主国家里 都会 但是香港今天搞成这样的款式 可以见到是相当不止一件这样的事 就有很多其他的事 其中有关于融合的两件新闻 第一件关于融合的新闻 就是关于中联反主任郑雁雄 在昨天第8月4月9日应邀出席 香港政府总部关于有关 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的座谈会 有与会者引述 郑雁雄在西瓜解说新质生产力 如果你用台湾版的果语 先主生产力 先主生产力 如果你用北京版的 这个主字一定要读成 先主生产力 先主生产力 这个就是他们的先主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呢 就是习猪头自己改的名字 他就以西瓜来解说 新质生产力 提醒香港不是要从形态上改变 要从质态上改变 他说应该以乐观态度 看待港人不想消费 香港政府晚上发新闻告 郑雁雄在座谈会上提到 香港要从七方面 重点把握两会精神 包括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 和对香港工作的重要部署 又提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 多项和香港关系密切的重大部署 香港01引述议会者表示 郑雁雄在西瓜 西瓜 Watermelon 来解说这个新质生产力 说西瓜 圆形 肉质 鲜甜 多粥 我想来想去 圆形 肉质 鲜甜 多粥 不是说猪头 喂 郑雁雄你想说些什么 是吧 就是换言之 不如你不要用西瓜来说 猪头 解说这个新质生产力更好了 圆形 肉质 鲜甜 多粥 那代表什么呢 他说香港不是要从形态上改变 而是从质态上提升 这个质字 总之 杂猪头说质字 质生产力 你就不是用形态 要质态上改变 要改变香港的质地 例如呢 香港的人才能力 厉害啊 一些这样的垃圾 在笑香港的人才能力 他说你要改变 赞眼红 你什么紳士垃圾 第二件事就是处事方式 今时今日 这样的服务是不行的了 这样的处事方式 第三是工具 什么工具呢 AI 社会信用系统 是不是 大数据 全文资料搜索 极权的 极权的 这个数据极权主义 这个就是工具 是不是 这个就是等的 未来要着重质量发展 我相信这一件事 就是他要说的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后面这句话 有议员就说 郑雁雄回应 港人北上消费潮 提醒应该以乐观方式 态度看待 认为意味 港人消费力强 你多钱洗 消费力强 就是说 大把钱水 能洗钱 有钱 能洗钱 还有洗大钱 去深圳 东莞 尤其是深圳消费 very good thank you 消费力强 行 乐观 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 即是他希望促进香港人 更多去深圳 去中国 去消费 目的是什么 促进融合 吻灭界线 另外有语会者引述郑雄说 中央有不少为港政策 即是优惠香港政策 将会出台 并面临港人密室信心 总之 阿耶 我最争用这个字 总之就是 共产党益你 OK 你就看着拿着数 总之益你 啊 你们能够来到深圳消费呢 即是你行 不行的 怎样是消费 是吧 好像我这样 不行 那就没消费力了 那就没消费了 那你们行 香港人行 去深圳消费 行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呢 很多人去深圳消费 有几个原因 我都说过了 一些日常生活的抵抗 就是说 香港没有这样的 骂李家超的实质上 观感上的自由 在深圳 似乎有观感上的自由 说明一下 23条我保证不到你 似乎有骂李家超 鄧炳强的自由 第二件事就是便宜 在香港价钱3分1 4分1 5分1 都要看低色些什么 那怎么说消费力强呢 即是香港人消费力不强 随便有职 我搭乘车 去到深圳回回来 计算车钱 商城的 菜和食饭 都比香港食饭 尤其整个家人 尤其会有这样的规模经济 那怎么会消费力强 消费力强 才会深圳消费 你说在那个地方 北上买什么 买很多东西 买名牌 当你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想这个很可笑的说法 它的目的根本不是在于 你消费力强弱 在于促进港深融合 港中融合 最后就是这个珠三角的大融合 这个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 OK 那这个就是大湾区的目的了 座谈会历时大概一个半小时 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 大概二百多人出席 包括司局长等重要官员 行政会训成员 和大法官员等等 等人的 最后这个郑雁雄就说得很清楚 就是这样的做法 中联办呢 是乐见大家北上的 融合才是硬道理 另外 和这个有关的融合的新闻 是反过来的 就是港人北上 就是有一些中国人 或者是说在中国居住的香港人 他们可以来到香港公立医院的设施 医务卫生局 医务卫生局 昨天在4月9日 向立法会大家文件 说为其一年的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事行计划 预料在今年年终展开 符合规定原则的病人 什么叫符合规定原则的病人呢 就可以包括很多东西 可以直接由深圳或澳门的救护车 送到香港公立医院 哇不得了 深圳或澳门的救护车 送到香港的公立医院 而非港人 非港人 非港人 记住 那些不是香港永久居民 是非港人 也能够使用跨境白车 香港病人政策 連線主席和医委会的委员 林志友 接受光传媒的访问 事实一質疑 公立医院能不能够应付额外需求 坦然长瓶难过 认为 当地长远仍需要改善医疗服务 即是 他说这些东西就是 你澳门和深圳 自己都要改善医疗服务 浪费了 即是你说这些东西 说完之后 等于 说话不需要负责 只要你们改善当地服务 人家理你也有没有 你就把这些人送进来 那香港人享用公立医院设备 设施的能量 量能 是不是能够 量能 那个所谓的capacity 那个所谓的容量 是不是能够呢 即是足以使到这个 可以cover到那么多人呢 我是很有怀疑 现在呢 你在香港 香港地 靠去看一个急症 或者你有些什么 損手难脚的 我昨天听了一些前辈说 哇排了11个小时 在香港 是11个小时 是不是 那么 如果我在台湾 上年 我想我当时 因为有这个 要做一些急症的手术 当时 当时 我自己排的时间 是一个小时 都不用 立刻有医生看 再等半个小时 帮我打完石膏 是不是 挺开心 所以不是开心的 即快 你香港 你可不可能 在一个半小时 又要入医院 到打石膏 搞定了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我说 这个就是分别 那么你香港来说 你要看一个急症 你要等的 都要在医院 只要在医院 11个小时 我记得小时候 就算去公立医院 看医生 顶多就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是不是 已经不得了了 但是现在 等的时间很长 还要 增加一些公立医院的压力 给深圳澳门人 用跨境白车 送到来香港 哇 非常可怕 现时病人 如果需要 从中国大陆 中国用救护车 运送到香港治疗 需要在口岸 车过车 需要转车 转成本港救护车 送到公园就医 去年施政报告 提出跨境救护车安排 医委局 昨天就向 这个 即是在这个 4月9日 就向立法会 卫生事务委员会 提交文件 将在今年年中 推行大湾区 跨境直通救护车 试行计划 为几年 立即进来 那我问你了 如果他的车 下来的时候 发生交通意外 要记住 那些是什么车 是左泰车 是左泰车还是右泰车 你想想 车过车是什么 你基本上 责任有很清楚的界分 有很清楚的分开 香港是右泰车的 中国是左泰车的 台灣也是左泰车的 但你记住 这个救护车 OK 即是 整个交通规则 完全是 完全不同 OK 那 车过车 那责任是 如何处理呢 萬一他送不到现场 那是谁追责任呢 追责任的一方 在中国大陆 他发生事故的地方 在香港 那究竟 我们可不可以在香港 去引导 一个在中国大陆的机构 或者人员 来香港受審呢 即是这些 医疗责任 交通意外责任 哪个负责的问题 OK 去年施政报告 提出跨境救护车安排 医惠局 昨天就向 这个 这个 刚刚说的 立法会遗伤事务 刚刚说过了 医惠局预计每年使用服务的 个案数十宗 林志友质疑 公立医院 能不能够照顾额外的需求 因为现时 公院的急症室 轮口时间 较长 其实是很长 那么 忧虑服务行常化之后 会增加工营医疗负担 据他理解 跨境白车安排 对象不限于港人的 他强调救人应该不限国籍 但质疑 不限国籍 是救人有个 capacity 有个容量的问题 有个能力的问题 如果超越的能力范围 怎么救呢 他质疑 既然非港人在香港 接受医疗服务 需要缴付 较高的医疗费用 为什么不送他去私家医院呢 那你不是私家医院 怎么公立医院呢 他说私家医院 也能提供相关医疗服务 不应该加重公立医院的负担 这是另一个重要的point 文件又说 启动机制的首要条件 就是双方医院 需要事先达成的协议 有协议才行 首要考虑病人的医疗 需要安全和利益 试点医院评估之后 再联络医管局重大事故 控制中心决定 確保病人或其亲属同意 和知识之道的安排和风险 而评估原则 病人的临床状况 需要跨境转院 接受持续治疗或者復康 跨境运送 不会带来过度风险 以及病人不适合其他交通运送 等等 这些都是原则 是不是符合这些原则 其实讲到尾 就是说 党决定符合就是符合的 文件举例 你说不是党决定 那谁决定 那你想想 部分中国大湾区城市医院 都没有提供紧急 和复杂的手术和治疗 例如甲型主动物的剝尼 病人需要运到香港医院做手术 证明中国这么多年 又是崛起了 民族復兴了 又是夹了 强了 强起来了 站起来了 富起来了 强起来了 什么都有 原来 连甲型主动物剝尼都没得做 可见是几个悲哀 那你说 这些人 为什麽 要在中国住呢 是吧 那你要在中国住 接着又要享受香港的服务 你便自己 叫做 想一些不可能的事 那你便想着 有跨境的服务可以提供的 那你便加重香港的负担 喂 香港纳税人的钱 正在帮助公立医院 而 享用的人 可能非港人 他对香港完全没有参与的 这班人可以用香港公立医院的措施 是否合理呢 第二样东西 这样搞法 香港人本身 他是不是能 他是不是能够 要等更久 才看到急症呢 这样搞法 第三样东西 慢慢慢慢的开发 非急症 是不是都会做呢 甚至 其他地方 东莞的 惠州的 是不是都是这样处理呢 我觉得这件事 非常令人痛心 虽然我不是香港 我现在没有切肤之痛 因为我自己用医疗 但是我看到在香港 很多在看这个节目的朋友 喂 这件事 是不是应该说清楚呢 喂 这些事情 如果大家觉得 这些事情 你们都说不到的 觉得是煽动 搬亂 搬离 我都会说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说 这件事可以说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说清楚 说明白呢 就是我觉得这些 香港人应该要在 香港本地的舆论上 加以讨论 OK 文件显示 试点医院有需要 可以派驻医生 随车赴港 OK 局方也都会 确保这些医生 符合法例规定 在车上为病人 持续提供医疗护理 到接收医院 又说医务委员会 正是根据医生註册条例 为跨境医生 申请和取得 有限度註册 哇 还搞些 有限度註册 保障运送过程 安全合法 即所有东西 将它制度上 医生註册制度 急症的制度 全部融合起来 接着目的是什么呢 喂 香港医疗比较好 涌入来了 喂 这个融合是等于灭港 是等于 损害香港医疗制度的能力 的承受能力 这个转嫁相当离谱 长瓶难辜 是吧 林志佑就说 深圳和澳门指定医院 会预先提交医生名单 预料每间医院 大概10名医生 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批准 一般情况下基本上都批 但医委会无法监察 获批医生来香港的次数 这个计划分别是以香港大学 深圳医院 澳门仁伯爵 将合医院作为视点 先由深圳直通救护车 点到点到香港 似乎运作竟然不是实质需要 再推荐到香港 去深圳的安排 那没有人去深圳医院就医的了 OK 浪漫了 个个都是来香港这个地方 加重负担 很突然的 那最后一个新闻 说一说 就是说 哇 昨天我们讲过 昨天我们这个礼拜一 都讲过 就是说 大家看到一个叫垃圾收费的计划 垃圾收费计划 勞文端写一篇文章 乔联前前副主席盧文端 写文章明报道 说垃圾收费 是由激进反对派提出 很多的政府官员 是一直被政治绑架的 总之激进反对派 政治绑架了特区政府高层官员 我问了 哪个官员被人绑架 哪些反对派 是不是朱凯迪呢 因为看到很多照片 都是朱凯迪拿着个 环保垃圾袋 是不是 你问我呢 我告诉你 我反对这些垃圾整肺的政策 是荒谬的 环保左膠想出来的东西 竟是荒谬全论的 你问我呢 我会赞成些什么呢 我会赞成说 哦 大家尽量去带一些免洗的碗筷 是不是 尽量能够 省得多些资源 就省多些资源 就不要 就是用别人的那些材料 就是你基本上你是 用自己带鼻工自己的碗筷去更加好 干净维生 减少浪费 有一定程度的垃圾分类 而垃圾分类后面的配套很重要 你分类 真的分类之后 真的分类来处理 就是 这个是清楚的东西 那么这些 我会觉得 我会同意的东西 但是如果垃圾收费的话 这个已经去到荒谬 要特定的垃圾 环保垃圾袋 要付钱 有什么头 不用的话 就是 不行 这些根本上是 剥削 我也经常说 在环保 在环保左膠的眼中 是一门生意来的 我在我眼中 是一个美德 在他们眼中 就是将美德化为一种产业 一种生意 所以我就很反对这些东西 你凭什么东西 要收人领额外的钱 去收垃圾袋呢 而且 虽然很少等 每日总收 和强制性 最重要是强制性 不是注意的 是强制性 你全部收 荒谬的 这件事是 这个就是将政府的权力 发到最大 是违反我最大的原则 左交 左派的最大的点 就是说 政府来掌管一切 我不管你是民主选出的 或者专制的政府 由政府控制民间 这么多的事务 深入到 每天的毛细孔里面 是极度荒谬的一件事 我是访 我是反对这些东西 不是为了钱那么简单 而是你做操控 强制 这点才重要 所以我是反对 我不管你哪一个 什么是民主派 本土派 还是什么 总之这个政策 我一定反对 那路民端就是 敦促政府 各自以聚焦 各自这件事 聚焦发展经济 然后又说 最坏的是那些 激进反对派 这件事呢 文章一出引起热议 那你知道 整班人就说 哎 我们都要试一下 不过呢 要咨询完才算 特首就出来 说一大堆东西 李维琴子又说一大堆东西 好了 文章一出引起政界热议 过去有份推动计划的 前朝官员 先后发声护航了 这一波重要了 时任环境局副局长的陆公伟 礼拜三 今天 反驳说法 或早 在董建华出任特首的年代 已经提出概念 不应该觉得 这是反对派提出 搞乱香港 实在是没有这样的事 即是说 和反对派无关 董建华做特首的时候 已经提出了 陆公伟在 今天接受商台再晨朗的一天出发的时候 接受访问 他否认垃圾征费是由激进反对派提出 早在董建华年代 廖秀东 在出任 环境运输及公务局局长期间 已经提出了有关概念 直到现在要实践 希望不要觉得有人想搞乱香港 他说中国大陆 亚洲 以至欧洲很多城市 都有回收和垃圾征费计划 搞乱的说法 是没有逻辑的 OK 这些事情 我会告诉大家 去到最后 已经不是垃圾征费的问题 是这两帮人在炒嘴的问题 再不要说黄感星 黄感星都表态支持 就是 就是 鼻子是说风凉话 OK 也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看到 这些这样的事情 黄感星也好 陆光维也好 都推这些计划 那些廖秀东都会说这些计划 可见 你老屈什么激进反对派 是这样的无知 无耻 也都是完全 是没有真实的地方 是缺乏任何真实性 那你想想 奴民端所发的这个炮 基本上是 帮特区政府射责 接着可以叫停这个计划 这个就是奴民端的目的 但是你这样射法呢 有一大多个前辞官员 就是被你刀了一刀 喂 他不是激进反对派 你这样说法 你说我和激进反对派欧年 一定要洗杀这个冤情 要将这个责母 那目光为黄感色 就跳出来 那这个说法就是什么呢 最后来 哎 不料了之 我告诉你 去到八月以后之前 觉得呢 哎呀 事行这个计划不行了 哎呀 很多问题了 现在立法会一大堆议员 就说要叫江玉宽 要叫停这个计划了 最后来 就不料了之 是吧 即是我会认为极大机会 我不能够写包票 但是极大机会 这个所谓的垃圾收费计划 会叫停 跟着拉动大家之前 你看看 特区政府 摘线而从 这个就是 厚黑殼上面的补窩法 先打烂你的锅 我要垃圾清费了 接着我帮你补 我摘线而从帮你补回 其实 你一点都没得理 OK 总之人家弹弓手 说阴你一下 当然说不阴你 哎呀你聰明啊 你很厉害啊 聖上英明你不阴我了 就要大家有这样的反应 给这个政府 这个就是在极权 或者在专制威权之下 不会威权 极权之下 香港人的生存的 唯一见到的事情 我们知道 但是香港到 如果我在香港 我都表达不到这些出来 就透过我的声音 在这个地方 表达得更清楚 一些香港人的心性 希望大家 保重努力 我们下一节再说其他议题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